主料,黑木耳300克,腊肠60克,青蒜40克,辅量,油,盐,芝麻油,鸡汁,胡萝卜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腊肠切成片,用腊肉也可以,黑木耳温水泡发,细净后撕成小朵,青蒜粗略的切成段,锅中放适量油,放入腊肠, 等炒出腊肠的油分后,放入青蒜干,加入少许胡萝卜片铜炒,当胡萝卜略软时放入木耳,加盐调味,关火后加芝麻油,再加几滴鲜鸡汁炒云即可,烹饪技巧 一,黑木耳温水泡发,二在洗黑木耳时,加入少许盐搓洗,能很快去除杂志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